Hello,大家晚上好,我们又见面了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每周六的教育夜现场 我是United Education湾区办公室的Manager Ellie 今年的大学录取放榜已经接近尾声 同学们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 2021年加州大学的录取结果 即便是如此残酷 但还是有优异的亚裔学生 收到了Berkeley和LA泡来的橄榄枝 今天的讲座由United Education的创始人 资深升学顾问Ben老师 为我们做一个录取案例的深度剖析和答疑 同时也很高兴请到了我们的学生Tiffany 来跟我们分享她大学申请的心路历程 第一次参加我们讲座的家长 可能还不了解United Education 我们创建于旧金山湾区 致力于将学生的个性、天赋、价值、目标 四个元素融合在一起 针对每一位学生的独特性 通过教育引导 配合课外实践活动 来启发青春期的孩子 让他们顺利度过紧张而充实的高中生活 在收获理想大学录取的同时 实现自身的成长和进步 我们的团队是规划服务 涵盖一对一的高中和大学申请指导 暑期活动规划、职业规划 高中AP Honor私教课程 SAT ACT考试培训 和青少年个人成长的培养 基于对美国大学升学的深入了解 我们服务来自全美各州超过百所学校的学生 包括湾区、三番市、半岛、Sacramento、南加等 同时也服务外州的学生 包括芝加哥、Arizona、西雅图、Pennsylvania、Texas等 东海岸地区 我们在南湾的Cupertino和东湾的Pleasanton都有办公室 我们所有Enlightings的顾问老师都是全职员工 为的是能够有更充足的时间和精力 认真辅导每一位学生 我们坚信学生的成长和进步才是教育的本质 顾问团队会结合每个家庭的情况和孩子的理想 来制定专属的教育规划路径 让孩子在人生最重要的阶段获得最专业的指导 同时拿到最满意的结果 那么下面就有请Ben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 谢谢Enlight的介绍 感谢大家再次来到我们周六的教育夜现场 今天的讲座也是跟上周讲座的一个继续 因为上周讲座的话 我们也没有想到 引起了那么大的家长的共鸣 然后很多家长也是给我们留言 但时间有限 我们没法回答太多的问题 所以这场呢 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Tiffany 来做一个具体的案例分析 我们这个标题是学区跟录取结果的关系 相信很多家长来参加我们讲座 作为华人 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话 一定是会给孩子选最好的学区 或者最好的私校 如果是在国内的话 那可能花钱更多 在培训班辅导上 所以我们想带领大家去看看 究竟为什么今年录取这么奇怪 特别是UC录取上 对亚裔为什么那么不友好 那么正式开始今天讲座 这是我的个人介绍 相信大部分家长参加的都知道 基本上我们公司秉承一个原则 我们认为进步和成长是教育的本质 也就是说从服务的角度来讲 我们认为过程和结果同样重要 我们并不鼓吹某个学生进了什么学校 然后录取结果怎么好 因为我认为将来的家长肯定会在意识上有所超前 他们会认识到这个孩子什么背景 对吧 他什么成绩 对他这种profile进这个学校 是应该呢还是一个奇迹还是说是一个比较高打低的状态 比如说如果这个孩子在美国国家数学国家队进了那个最后的六七人大名单 或者是甚至之前的预选队 那他进MIT就不是什么难事 对吧 他只要不在S里边骂老师就可以 所以我觉得我们更希望的是宣传一个价值就是孩子的起点和进步才是教育的本质 然后今天的讲座的主要议题呢围绕这六个地方展开 一开始我会过一下本周的新闻 然后呢第二部分呢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Tiffany 我们的学生代表给他做一个分享 Tiffany呢属于Tier2的学区 一会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Tier2的学区 并不是大家想中那么好的公立学校 然后第三第四呢有一定的充合性 就是给大家通过一些具体案例的分析来看 为什么今年非常的特别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亚役整体UC录取的折异 然后第一个就是新闻 今天新闻比较短哈 因为上个礼拜比起惊心动魄的过去一年 整个的新闻来说没有什么太为大的新闻 呃五一和教育相关呢 就是上个周末啊 呃上个周到现在为止啊 很多私立大学也放榜结束 目前主要的大家还在等的是腾校 腾校的话会在4月6号的7点东部时间 也就是咱们加入的4点钟会放榜 呃这个呢绝大多数 99.9%的申请人是拿不到offer的 这大家知道 只是说这个是很多家长 如果年龄孩子比较年年龄比较小的话 他可能用这个作为一个参考依据 举个例子 很多家长愿意把孩子在初中阶段申请特别好的私校 不管是东部还是咱们加州本土的一些呃 私立高中这就是很非常重要的参考指标 他们看孩子将来能够申请到腾校的这个概率 我觉得家长看的时候可能更全面一些 呃可能更多的要看啊这个学校的生源组成 呃我在给孩子推荐学校的就是一个一个原则就是看这个学校的亚裔比例 这个非常好判断这个学区的好坏 然后呢第四个新闻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呃拜登这些政府呢 propose了一个budget 大概和花呃在未来几年花45个编论到的450亿美元 投资在这种minority的那种学校希望给他们投资科研 这是一个大趋势和今天我们要讲的为什么UC博克录取这么难 有直接关系这代表的是一届政府 不过过去很多年美国高校的一种态势 他们是希望通过财政和政府的一些作用 把教育资源分配给更多他们认为需要帮助的少数族裔 虽然我们亚裔是只有7%不到的少数族裔 但是在这个equation里边我们不算少族裔 这是一个主要的问题 呃然后第二个就是学生专访 我们到第二部分就是讲主要是围绕呃 tiffany的简历 我给大家讲一下background就不用tiffany一个一个介绍 呃这是tiffany一个基本的bio 他直接录取到了UC博克利的哈斯商学院 呃在这儿我要给大家问一个问题啊 希望大家可以打到chat里边 呃希望家长们把自己所在的城市和孩子的年级打一下 这样有便于我调整讲座的内容 我们有murray的家长 有sumotill半岛地区的sacramento的 有凤凰城 sumotill半岛地区呃有san francisco placentine san ramonda cupertino san francisco okay wanna creek 好 目前为止没有国内的好的谢谢大家 tiffany呢毕业于一个呃即将毕业于一个tier2的公立高中 呃我们自己公司有一个呃tier排名 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这是我们把湾区呃整个北加州不光是湾区的就是北加州地区 uc录取结果最好的高中排做了一个排序从第一名到30名啊然后呢在19年的话我们做的更详细一点 我们是做了总共这么多位啊大概有40多所这所排名的依据呢就是这些高中必须有一个基本条件要达到他必须有满足的一个条件是每年录取超过100个uc的学生 整个uc超过100名offer然后呢呃我们这个排名是根据录取uc的难度假如说这个学校录取uc的特别多那他的权重他的分就会高一些 我们的排名是完全依照uc每年放宝的数据给大家做参考呃tiffany呢毕业的学校啊甚至不属于我们的排行榜里边的前30 他的学校是一个普通的呃公立高中也是咱们湾区呃也就是说学术强度没有那么大就不像一些高中每年可以录很多barkley所以他本身的录取也是比较有难度的 然后第三个呢是tiffany真正最有价值的呃让招生官觉得他和别人宇宙不同地方他在instagram上有两个账号一个是和他的brother在做一个账号然后另外他有给他自己的这两个账号都超过一个million的subscriber这个呢tiffany会给大家解释一个million在在那个instagram的那个啊ecosystem里面是什么样的存在 然后第四个呢就是他家是有business的啊是做一个restaurant然后呢他花大量时间在这工作也就是说tiffany比一般的孩子花在学习上时间要少 一些不是他不想花而且他有很多的family responsibility还有自己的business所以他的科外活动真的是非常丰富也充分可以告诉家长们你们认为UC是看成绩看标画看排名其实都不是他真的是非常看重的科外活动 然后呢tiffany也没有考ICT然后他的大部分AP考试呢会在12年进行考试他只考了一门是AP language呃分数的话是三分是可以转却分的 然后最后给大家介绍一点呃UC Berkeley的项目很多家长可能对UC Berkeley呃很熟但UC Berkeley Business School不不太熟悉整个加州大学有九所本科院校 其中有三所具备上学院Berkeley就是其中最好的一所这个上学院呢常年在美国的本科上学院排名里边排前三一般是第一或者第二仅次于沃顿有的是比MIT还高这个项目非常非常selective tiffany申请这个项目非常的特别嗯他每年只招收五十人左右大概录取率的百分之七左右比Berkeley本身要低很多我觉得我个人感觉应该和ECS差不多非常非常的competitive 而且呢下面这几个项目呢是进入上学院的路径Berkeley大部分学生通过大二下半年转学而tiffany的项目只有大一可以申请到你大二大三转不可能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个项目如果有训练家长可以找我们后台让我们顾问咨询然后下面呢这就是 这就是tiffany的一个instagram的账号里边她目前已经长到了1.4个million的follower这个呢是非常大的一个commitment具体的话话叫tiffany说下面我们就开始访谈 Hi Tiffany, ready? Yeah, I'm ready First of all, congratulations for your admission to your dream school Thank you And you must be very happy at this moment Thank you again for sharing the story with us And because we wanted you to inspire more parent students who wanted to take the business route So my first question is Would you mind to give us a little bit of background which I didn't touch on From the slides about yourself and your family Okay, so my name is Tiffany Right now I'm a senior in high school And so for my family it's a little different than most families My parents own a restaurant So I have like some responsibilities relating to our restaurant Thank you 基本上就是我在祝贺了一下tiffany錄到了自己的dream school 他的梦孝 然后呢tiffany的成长环境和大家和一般的孩子不一样 有一些家长也是类似的我们很多家长都是做生意的 他的父母是做了一个restaurant 做一个餐厅 然后呢兄们也很多 So my second question is How did your parents influence your college choice and also your school life? I think for my parents they have They've always been lenient on like school grades and things like that For college choice they really just wanted me to live close But even if I chose a school that were to be far They would still like allow me to go and like do what I personally want Because they really just want what's best for me And yeah they're very lenient and for high school They never really checked up on my grades or anything But of course they want me to become successful And they want me to get good grades But they really just gave the responsibility to me And they didn't put any pressure on me in that area I had to like really put the pressure on myself And push myself to be what I really wanted to be And what I felt like I had to do OK thank you 我刚才问了一下Tiffany 我说她家里边的教育环境怎么样 就是她父母对她学习的影响 Tiffany她的表达就是 她的父母基本上是比较佛系的一波 他们就不太管 希望那个Tiffany能够追逐自己的 说他们还是希望孩子能够离家近一点 离自己近一点 我觉得人之常情啊 但是呢 Tiffany也提到 如果她决定申请外州的学校 父母也非常支持 所以父母的这个教育还是比较偏美式的 不太像一般的华裔家长 So Tiffany my third question is Can you describe how competitive is your high school? So my high school is not as competitive as a lot of other high schools like Palo Alto district or whatever but I think the competitiveness if people do want to like get really good grades it really comes from like their family or their personal ideas instead of the atmosphere at the school like the teachers and staff is really nice and they really don't pressure you to do much and like our community is also not doesn't give much pressure 我刚才问了一下 Tiffany 关于那个他们学校的这个竞争程度 因为很多南湾的家长啊 包括东湾咱们一些特别好的功效 会产生一个状态就是 本校的这个内卷比较严重啊 就是孩子成绩各方面都不错 但是光学校的课程 因为很多A是亚裔嘛 然后他们就很难拿一个A 很多课程就是非常内 因为课程难度很高 学校老师可能用curve的形式来评分 但是 Tiffany说她的学校整个的环境完全不一样 那些努力的人呢都是说 要不就是家里迫使要不就是孩子本身想 所以整体的状态就像她父母教她一样 非常的那个relaxing 这样的self-driven so Tiffany I got a follow up question so what drives you to do all the things during high school because it's busy right you have a lot of things to do you have to manage your Instagram account you have to manage your business and you have to manage your father's business and then you have to you also need time to relax so how can you balance your life study and hobby okay so for school I personally just like a lot of the work load is kind of manageable I guess for my classes but for extracurriculars like the things I do like the business side of things that aren't related to high school I kind of do what makes me happy or what I feel like I like to do so like the extracurriculars don't really count as work or extra hard work or it makes me more tired it just makes me kind of it mixes free time and like actually getting stuff done so it's just like i can just i can do what I want basically okay another follow up question is during the pandemic it has been a year right i think more than a year for a lot of people it's tough right you stare on the screen you don't have the social connections so how how did you deal with like the anxiety if you have any or pressure because it's also your coercation season right you i think you keep doing all those things altogether so what's the secret to keep you still in a good mood I personally just manage things on my own time like if I can't do one thing one day then I'll just have it for another day and personally since I grew up around the internet and like had a lot of like people I connect with on the internet I didn't struggle too much with like pandemic like anxiety but of course like sometimes you have those days where you're you're tired and you don't want to do anything but um i just have to like push myself or allow myself to really like either have myself like a relax day or just like really just try to get through like the week or something like that okay thank you 所以刚才我两个问题呢 就是问 呃 tiffany的库儿活动 非常的惊人啊 他在instagram 这个这两个账号的管理上 因为都是百万级的账号 他有一个是和他哥哥一起 co-founded 是一个pain business 一个是他自己的 在解说游戏的 非常有意思 然后呢他花了大量的时间manage 每个周的话要七到八个小时 这个是很正常 如果任何一位家长 你们如果有管理自己的账号 包括写微信公众号的话 你会知道你要设计 你要think about the idea 你要想一下这个这个创意 你要你要你要讻很多news 而且你要回复读者 非常费时间 而且tiffany自己有一个online shop 呃卖手机的配件 很好 他在高中已经赚了好几万美元了 所以这个我觉得非常牛的 靠外活动 然后呢 还有还有在家里边工作 因为家里边太需要 然后第二个问题我就说 很多家长很多孩子 就是在疫情期间 已经憋出问题来了 我其实问过tiffany 他怎么保持自己的心情状态特别好 tiffany说 他已经习惯这个呃 网上的状态 他他他他开网店啊 包括做这个social media的买 管理 他他实际上可以adjust 但他有累的时候 他自己选择休息 但一个最核心呢 是tiffany之前提到 我觉得家长可以参考啊 tiffany做这些事儿 不是为了申请大学 他真的是喜欢 因为他的家长 给他这个freedom 给他这个空间去做这个东西 他从来没有觉得 这是一个burden 他没有觉得是一个工作 大家想一想 如果你给自己的工作 和给别人打工能是一样 对吧 我觉得还是不一样 就是这个状态的问题 所以 谢谢 Tiffany 你会继续 你继续的事后 你会继续 成功的事后 或是 你继续的事 我会继续 预测一下 我刚才问一下 tiffany 我说这个 那个网店 就是卖手机配件了 他会继续吗 读大学了 因为大学课程比较重吗 他说他不会了 他说他要关掉他 因为他已经学到了 自己认为比较有价值的东西 说白了他就是 他已经看到这个店的 这个投入和产出比 这就是我之前在准备的时候 我在看到Tiffin的profile 因为他不是我直接带的 我知道这个case 我在过他整个profile的时候 我看到了 整个他的profile 展现的是一个成熟度 就他知道自己要什么 我喜欢的东西 我做的好 但是我觉得 这东西已经没有太多 可以学习的地方 我就go next 因为他同样的时间投入 在别的领域产生会价值会更高 看得非常远 非常business 因为我觉得商业 是真正提高社会效率 和生活质量的一个关键因素 因为他很好的结合了 人性的这个对好的渴望 而且任何一个东西付钱 是因为他做的比你好 或者你做不了 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如果你的孩子 有Tiffin这种特质 非常潜力 强烈的学商科 纯财迷也可以啊 就是他对钱比较感兴趣 也可以 但是他要 他要做的 effort So Tiffany I have a question So it's one million subscribers We have a WeChat account We know how hard we collect like 4,000 subscribers and even more like a million that's crazy like how did you start it and then how long have you spent like how many years have you spent on this account and also is that like overnight success Can you tell us what's the secret um it's actually it's actually extremely hard to like gain the following and understand how social media works I started in 2015 and I through just experience I learned how different things worked in Instagram like the algorithm what people like like I learned how to really like gain following and create a community but once I like kind of understood everything and I had my own like base like I had my own account with a lot of followers it's easy to well for us at least it's easy to like work on projects on Instagram and try to become successful with it because we have so many followings already but it's it's actually it's extremely hard to to gain like a really big following very quickly okay so it's like 2015 that's the first time you guys started Instagram but when you started did you avage it as a business or you just like play it for fun and never thought about making money in the future it was definitely just to have fun communicate with your friends but like once we started geting more and we saw the potential of it um we eventually like you know like had advertisements and gain money and profit from it okay thank you 我刚才问一下 tiffany 我说你为什么能够 记得到一个 million的 一百 一百万家的 这种订阅啊 Instagram 因为是年轻人玩 特别多的啊 一个一个 一个 社交软件 然后我就说 是不是经过了 就是一次 突然火了 突然间爆火 因为疫情期间呢 如果家长朋友们 你们关注微信 或者是一些 YouTube的话 很多人跳出来 因为疫情的话 很多人失业 或者是很多人 觉得是一个窗口气 确实是 可能疫情这两年呢 是社交媒体 还有YouTube 任何自媒体 最值得爆发的时间 但Tiffany说不是 他15年和他哥哥 就开始做这个东西 然后一开始好玩 后来越做越好成功 但成功之后 他们看到了商业的潜力 这个呢 就是家庭环境 对孩子的影响 我认为商业呢 如果你家里边 通常就父母做生意的 他心态是不一样的 他不是那种工作的心态 他想的就是说 我怎么能看到 这个价差 利差 我能创造价值 所以我觉得 Tiffany的这个 这个特别有价值 就是很多孩子 我觉得家长要看 如果你 你本身是一个 做academics 你的孩子这方面的 知识比较大 如果你本身 是个做生意的 那孩子如果 这方面有天赋的话 你帮助分享大 因为你做过 你了解 很多地方可以避开掉 所以我觉得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 所以 Tiffany last two questions before I give time to the parents for three more questions 第一 是 how did Enlightened Consultant help you in the career process it seems like you have a lot of good activities but your academic profile is not that competitive so how did Enlightened Consultant help you in the process and what did you learn from the process so I knew that I had a lot of things I wanted to write about but it was hard for me to outline and really kind of put it neatly into an essay and well written I also had like the consultant helped me with like picking ou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I wanted to say and structuring the essays and say things the way I wanted to wanted them to like know like who I am as a person also helped me with scheduling because oftentimes I'm not motivated to do academic work so it really pushed me to like oh I have to get this done and yeah I like it made me more motivated and really helped me with outlines and but for the academic part I did like take some community college classes which also like helped and boosted my you know my academic area so yeah last question from me why would you choose apply UC Berkeley HUS that that program directly was very competitive instead of choosing the easy way right I'm declared a major or major in other things from Berkeley like why would you take the risk not like conservative ways okay well so I knew that I really wanted to do business it's been something like my whole life it's just naturally like my whole life is business atmosphere everything's business and I knew I really liked the school Berkeley it's close it's really like the faculty's good and everything and I told myself like no one really is pressuring me to like go to like the best school or whatever so I had the really the choice to for myself to decide like what I wanted to do and I felt like my best decision personally was to either apply to like the top schools possible or just go straight to community college okay th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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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ave that's like gambling so yeah thank you so I will translate this 我刚才 问了一下 就是 Tiffany 我说 为什么 你不 选择一个 比较保守的 方法 就是 我选择 申请 Berkeley 我先进 Berkeley 再转 因为这是 大部分 进 Berkeley 上学院的人 正常操作 Tiffany 的回答 和他之前 刚才 整体的回答 是一贯的 他父母 给了他一个 自由成长的空间 他自己也知道 自己要什么 因为他有 足够的成长空间 他知道自己的优势 自己想要什么 所以他的想法就是 我要么进 我想去的 要么就去 社会大学 doesn't matter 就是他就是 宁缺无赖 而且 Tiffany 做了大量的research 大量的这个 他也参加了 这个学校的宣讲会 这个项目宣讲会 他的整个 和顾问的合作 过程中 效率非常高 他自己要 要什么 当时我问 我们顾问就是 Tiffany的整个 用几个词来形容 Tiffany driven 非常motivated 非常知道 他要什么 然后非常成熟 然后商业方面 无容置疑 他的高中 挣钱的经历 就足够告诉我们 他是一个成功的 因为 钱不是重点 而是他能够挣钱 多少成年人 想去全职 做一个YouTuber 他连1000个粉 都凑不上 大家知道 这个成功的概率 所以说 有的时候 你不要解释 我对什么很有passion show me 就是你要 你要升级大学 你说我对商业很有天赋 来 展现一下 你赚了多少钱 你创多少价值 多少人会买你的服务 最难的事 莫合于把别人的兜里边钱 套到你兜里边 对吧 要不然你做的比他好 要不然你做的东西 他做不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So Tiffany I will give I will just have you another couple minutes I'm going to pick 3 questions from the parents 刚刚这边 我说到一个问题 是问Tiffany的 说可不可以 share一下 这个Tiffany的 profile GPA AP and honor classes taken 好 第一个问题 Tiffany What's your unweighted GPA I think my unweighted is 3.8 3.8 OK Do you remember your UC GPA 4.2 OK Well that's pretty good So Tiffany 的这个GPA的话 不高 他的unweighted 是3.8 尾底的4.0 应该更高一些 因为 Tiffany拿了 很多community college course 所以会更高一些 然后很多家长 会以为 可能 有家人问 Tiffany 是不是 first 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s I think you are right Yeah my parents didn't go to college 对 这个很多家长 可能认为是加分上 但是我告诉大家 如果他直接进的是 UC Berkeley 有可能 有可能 他同样的profile 会强一些 他们学校每年 大概会有16个学生 进 Berkeley 16 Tiffany成绩在 绝对不在前50 我之前看过 他们学校的profile 他们需要每年 权役的学生 也应该有40个左右 所以Tiffany 怎么着也排不上 所以我不认为 他是first generation 帮的忙 更多的 而且是这样 能进哈斯的 绝对不是靠这个 哈斯这个项目的 录取率在7%左右 每年有600多个学生 申请大概只录了47个人 他有的是specific talent 所以 Tiffany这种case 我们之前有一个 进的 MYU Stern 那个小姑娘是卖 credit card 是在Montavista 所以很有意思 所以这种business 学生我们发现 他们身上很多 共性的地方 非常那个strong 最后一个问题 How did you get 1 million followers from advertisement or personal connection or any other shortcuts shortcuts I know it sounds like it's like a it's a good thing to do for like college apps because it's very different and stuff but it's really really hard and it takes like for us at least it takes many years to gain that and we do it just by like we've never gotten ads from anyone to promote it or bought any followers or anything it's all very like natural and you have to understand like the environment in Instagram to grow quickly and for us it's just every single day you keep consistently working on something that you just eventually get enough followers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tiffany I really wish you have a very fruitful college life inclusive berkeley keep us posted when you become famous don't forget thank you thank you ha good evening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iffany 好 翻译啊 最后一点啊 就是tiffany 有家长就问呢 说 tiffany 他这个怎么 达到100万呢 tiffany说 他基本上 他们没有 买过任何广告 他们纯粹靠 自己这个 慢慢研究 他其实 之前 在昨天 我们体验 media 他跟我讲过 他花了很多精力 和他哥哥 在研究这个算法 就in Instagram 这个算法 他怎么推送呢 这个很有意思 所以很多家长 认为 我这么讲吧 任何一个 social media account 你能做到 别说100万 你能做到10万网上 不管是YouTube Facebook 任何一个账号 还有Instagram 还有抖音 TikTok 一定是大量的 持续稳定的输出 这个网上有个视频 是专门讲这个成证比的 所以很多孩子 现在有这个天赋 我觉得他有付出 一定会产生这个收益 但是呢 这个就看你 花多少时间在上面 Tiffany呢 他每个周 花7到8小时 在这个social media上面 他和他的哥 有两个账号 每个都上百万 他自己的是120万 他们共同账号是140万 都是Instagram 他们做了应该有6年了 6年了 然后 他那个自己的Business 卖那种手机壳 手机贴膜 他自己和国内的一些厂商 阿里巴巴呀 在深圳那些沟通 然后他拿货 然后长期的合作之后呢 他就能和厂家直接对接 然后个性化定制 拿大单 然后但是他现在要把那个关掉 因为他觉得他已经学够了 没什么意思 因为那种生意呢 你能够一眼看过头 他将来想做电竞 他想做电子竞技 Tiffin是打游戏的 他在Twitch上 还有一份工作 Twitch就是 一个游戏解说的一个网站 做的比较大 好像是一个华裔做的 做的一个公司 估值很高 现在Amazon已经给并购了 所以他的哥哥 也是我们的学生 也在UC Berkeley House 但他哥哥已经是三年前了 所以说他妹妹 这是他的小妹妹 然后家长问他GPA 他GPA的话 刚才给大家描述的 不是很高 家长千万不要误以为 因为他是第一代大学生 不是的 他们学校有30% 是第一代大学生 他的GPA在学校里边 前70位都排不上 所以家长要看到 他真正这个孩子 Mature的地方 我觉得如果他 Academic再高一些的话 他可能又可以够一够 如果他的高中再强一些 他是Fremont High School 这个Tiffin是云雄们 share的 在Sunnyville 家长如果是南湾的话 你一定熟悉 Fremont High School 这个学校学区不好 很多家长是避开这个学区的 但是呢 Tiffin告诉我 那个学校里边竞争没有那么强 非常的relaxed 大家就是 不会有那种非常竞争 特别白热化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在侧面 也是给他充分的时间 去做这些东西 因为他如果是在 一个非常company的high school 他可能一堆B一堆C 他没有精力去做这个 这些social media之类的 所以有得有失吧 好我们继续 为什么今年加州大学会 这么彩虹的家长来的原因 就是觉得 我听说隔壁谁谁 那小孩那么多权 怎么UC全给拒了呀 这个孩子怎么UC Brooklyn没有进呢 大家看一下 整体的话 今年申请人数是有个28%的提升 整个的话UC Berkeley 咱来讲 然后呢 少数族裔 underrepresented 他就讲的是 非裔 拉丁裔 还有这个印第安当地的 大概是38%的提升 这个就是因为不要标划政策导向 然后呢 这个是我们上期讲座 已经放了一个数据 给大家再看一下 其实我要表达的是 其实加州大学申请人数增幅并不大 大家如果比一下腾校私校前日的私校 你会发现UC的人数 申请人数增幅相对小很多 为什么 UC基本上吸引的就是 本州的学生和国际学生 他所谓的外之旺 其实主要以国际学生为主 因为很少有人会从隔壁的 Oregon State 花两三倍的价钱来读一个UC 对不对 除非他进topUC 所以说 其实今年UC南路并不是因为分母增大 完全不是 是什么原因呢 你看Berkeley他从两万去年的两万四千人 增加到两万九千人的申请 你看似增了五千 但是亚裔占比的话实际是有降低的 就是我们比的是亚裔啊 就你同一个吃的竞争没有增加 并不是大家想的那样 申请人数不是 给大家看一个数据啊 大家看看这是Berkeley 我们排的 UC Berkeley录取人数最多的排行榜 我们只收集了北加州地区 南加州没有收集啊 因为南加州的话 我们学生相对小一些 我们自己也有表 但是我们就不给大家浪费时间了 Law High School 我们之前讲过 这个在19年的Fall是录了59个 去年的Fall录了106个 非常大的激增啊 然后其他学校都是跌的 你看去年我们的No.1 Dogherty录了90个 但今年就78 然后大家看一下 就是学区比较贵的 Mitchell Society 均价在240万美元左右的房子 在Fremont山上 非常漂亮的房子 降了20个 Lot Arthus 这个是有点增幅的啊 这个但这个学校有点特别 这个学校价也很少 这个学校学习强度不是很大 Dublin是现在炒的比较贵的一个 三股的一个核心的交通房 它也是有一个提升 大家看看真正受打击的是这个 Mountain Vista 这是在离平国总部 相对比较近的一个学区 均价在200 两百几十万 我已经忘了 以前我在那地方工作了有点时间 非常漂亮的那个地方 学校 54降到38 今年有可能还少 因为今年从今年的状态来看 好像更差 然后Linburgh Cupertino 40到38 然后Emerald Valley 也一个暴地 Emerald Valley是我们东湾办公室附近的 Palestin 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 我幸福同样 它这个地方从56降到32 非常夸张 这种大幅降一定是有原因的 然后 Palestin也是无一无一降 然后我觉得降的比较明显的 应该是Linburgh 从61降到26 什么概念 Linburgh当年 两三年前吧 我曾经有一次我们做分享 一个家长跟我说 他们群里边说 那年他录了六七个MIT的 可能那批强 但是整体的话不会差距那么大 那伯克力就更是一大堆 结果到现在从6 直接砍了一半还多 所以就很夸张嘛 所以家长看一下这个变化比较大 我们再看看UCLA UCLA很有意思 我们最好的学校 UCLA录取只有61几年 那只有伯克力的60%而已 就是实际上UCLA对北加路的 比较低的原因 一会儿你们看到案例分享 不是因为UC博克力难录 因为对亚裔来讲都难录 你不要看表面数据 它是申请的人比较多 但是UC博克力知道 大部分北加州地区的学生 是不会去南加州的 所以他会给好多waylist 而且举个例子 我今年假如我给漏 漏了八十个人 明年你来三十 那我后年我会给你 我会给你很少的名额 我会给你少一些 因为每个招生官只有一个任务 我保证今年录取的人数 符合我要招的人数 就是我要有足够的 这个这个 足够的新生 但是我也不能太多 多的话位置不够 少的话 我这个这个 这个department可能组织不起来 所以加上要知道这个规律 招生它是个任务 所以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是南加的学校 你看的话UCLA录的更多 是这个原因 并不是说 他不喜欢 或者北加学生 不符合UCLA的标准 不是 是因为这个地域的原因 然后这个UCSD 大家重点看一下 UCSD今天是大风收 我们的学生成绩好点 几乎都录到UCSD去了 就是本来可能 对UCBerkeley UCLA有希望的 UCSan Diego是绝对有本的 大家看一下 70到160什么概念 如果家长 您是从微信文章来的话 我要给您指证一个type 我们在微信文章的底部 关于UCSan Diego的这个描述里边 我们是有 是有个type 我们是应该74个 19年的Force录的74个 我们写了38个 38个是女性 剩下人录取的结果 这个更正以下 这个是正确的版本 家长你可以接听看 什么概念 74到162 一倍多的增长 Doherty 50多的增长 咱们看Mountain Vista 从106到29 我觉得完美的弥补了 他UCBerkeley的不足 也就是说UCSD呢 从目前来看 对亚裔还是比较友好 他没有因为平权 或者别的一些政策上导向 而减少亚裔的录取 只是UCBerkeley 非常好 他当地的企业也很多 很多科技企业在Bandals 房价也不高 所以很多的学生呢 去那儿把话 学计算机啊 或者学一些 比较好就业的学合 当地就业还是很不错的 所以这个 大家不要觉得啊 进入了UCBerkeley就完蛋了 不是的 不是的 没有一个大学 会保证你的就业 没有一个大学会保证你会成功 加上就要这个概念 你要知道自己手里边有什么牌 你怎么学和比去哪学更重要 然后UC Irvine 这个也能看到明显的增幅 都是给增加出了个别学校 然后这些就没太大意义了 竟然会有重叠啊 Santa Cruz 大家看看 这是离硅谷最近的一个UC风效 比伯克利离硅谷还近 这学校也很漂亮在山上 相对比较好路啊 然后大家看一看 Dolte 163之前一年 后来直接300多 也就是UC的话 还是大量吸引这个申请人的 所以家长不要看到 光看伯克利一个 非常惨的一个状态 其实UC还是整体对亚维比较友好的 你只是说看成学校 如果你也特别上top的 我建议多生几个私立 作为那个平行 平行的选项 不要指押保伯克利 因为现在总体来讲 特别好的学区 大家看下有个规律 这是我们上次 没错过上次讲座的 可以去YouTube频道 看我们之前的讲座 我们总结的规律 各种线索堆积起来发现 Low High School 它的低收入 家长是第一代大学生的 非常非常的多 这两个要结合 刚才咱们分享的嘉宾 Tiffany呢 他只是符合第一代大学生 但他家里边不是低收入 他家五个孩子 他家输入可以 而且他家生意 因为疫情反倒更好 因为他们家 最早的商业定位 就是给科技公司配送 他们就很小做堂食 所以他们家整体 就会做生意 所以他们家很 桥点非常不错 所以说这块还不占 而Low High School呢 占两条特别多 Low High School是一个 需要考的学区 但是今年就不用考了 全对靠出签 这是三番最好的一个功效 他们之所以能够 伯克利涨那么多 和伯克利推崇 多元化 多元化就是要 要照顾那些低收入 或者低低大平 这两个都占着 在Low非常非常多 而南湾 任何一个在南湾 东湾比较好的学区 特别是南湾中卖岛 你们能买得起 两三百万的房子 你们怎么可能 读不起私立呢 而Low的小孩 如果不读UC 他们可能只能读CSU 他们读不起私立 他们UC都需要反正上A 所以我觉得UC的考量 是在这个点 这里能解释 侧面解释 为什么Low这一届 能够这么大的激增 我承认 这些学生可能整体比较强 但这种幅度的增长 是不可能的 它一定是政府的请节 然后我们继续 这个就是Low High School 我们上次总结的原因 这个学生有37%的学生 Eligible for free and reduced lunch 他们是有免费的午餐 和打折的午餐 这个我觉得美国学生 做的比较好 学生那个卡都看不出来 就是大家都有学生卡 充值卡 但这些学生呢 他提前给你充好了 美国在保留孩子自尊心 上做的非常的到位 他不会像国内一样 你读一个高校 你家里边搞个party 父母开什么车 对吧 我曾经在年少的时候 读过一个贵独学校 读过一年啊 我们一个小地方的贵独学校 同学开家长会的时候 那个年代 99年的时候 房价很便宜的时候 我们同学就家里边 就开了一辆 那个时候奔驰 S600 小孩我也不懂 然后呢 我就说这什么车 你说这什么车 然后还有兵力 那个年代 就是进口车 全是全进口的 就是频率差距很大 就是孩子会非常觉得 这个叫自尊心受打击 我觉得美国这点不得不说 孩子的身心健康这块 除了生学压力 我觉得整体的话 保护的不错 孩子比是比穿 比国内要轻很多 压力小很多 所以我觉得这点 是应该要preciate的地方 但是同样 我们不能给孩子太多压力 用大学的成功 来定义孩子的成败 那样会和国内 用父母的事业成功 来定义孩子的好坏 或者排位 以异曲成功 没有好处 只会伤害孩子 青人系的孩子呢 是非常emotional 非常的敏感的 所以家长一定要注意 任何你的贴标签 都可能会伤到孩子 孩子这个时候很脆弱 这也是为什么 青少年买车 保险特别高 他们出生率特别高 他们喝酒 用毒品特别高 因为他们脑子 没有发展完全 他们对风险的把控意识 非常的弱 所以这边 我给大家插一句 就要提到 然后我们找到 UC博克尽的政策倾向 不能光光我 但是一段是吧 我要抓点证据 对吧 这是官方的陈述 他们really focus on needs of underrepresented low income students 这是UC副校长 和那个本科段的 招生主任的官方陈述 他们一直在努力 他们已经努力了两年了 也就正好是这两年 数字在暴跌的这个时候 所以下面看 你们要多看看 UC的官方陈述 就是美国说话 是要负责任的 他的校长 非常注重这个点 当然和他总校长有关系 总校长就是一个 多元化的典型 他是一个非议的校长 他的薪资呢 比上任那个女校长 高一倍还多 在很久以前 我们讲到我们提过这个点 其实也是不公平 那凭什么 换一个非议的男校长 比一个白人的女校长 工资高一倍多 凭什么 这是不公平 因为他的薪资要公布 这个就是这个 分校长工资没有的吗 我说的是UC总校长 因为这个之前太多的背景知识 大家如果有兴趣 可以看我们的视频 我就不多说了 时间有限 大家看一下 另外一个点呢 就是罗家长说 那行 那本科指望不上 不是可以的 我就让他研究生 大家看看 这个校长可不是放眼于本科 他研究生的话 他也在努力 大家看最后一段 increasing diversity on campuses K goal 就UC伯克利分校的校长 他的目标就是增加多元化 当然这多元化是有奇异的 真正的多元 一定是思想上的多元 孩子对同一个问题 不同的解读 这才叫多元 而现在美国政治上的倾向是 他根据肤色来 他根据收入 我是认可的 我认为收入 如果收入差别很大 你可以给一些倾斜 因为收入低的人 确实没有这资源 我个人比较赞同的 但足以我个人认为是说 有点偏颇 就是足以不代表你没钱 亚也不见得都有钱 非以不见得都没钱 我觉得要就事论事 但是美国没办法 他就这种政治形态 他为了票选 民选的政府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要认识到 除了我们去影响政治 我们还要怎么改变 实际上还多生几个私利呢 还是如果我们没有这budget 我们去读一个稍微弱一点的 公立的大学 将来申请研究生 但是你要申请博克利 你要小心 他第一段最后上面写的 如果你要申请博克利 这个校长的目光 他把那个研究生 在recruiting admitting 然后supporting founding 他在整个研究生的招生里边 也是偏向少数族裔的 这点是我的新发现 就是研究生也不信免 博克利将来会抖这个倾向 而且他们现在开始染指 博克利的工程学 因为他发现里边 亚裔太多了 中国和印度人占了 绝大多数8%就是 他觉得 这工作这么好就业 科技公司里边 这么少的少族裔 是不是因为我们从年头上就少了呀 他在这下水 所以家长要注意 如果你们孩子将来 真的是非常强 那个理工类非常强 很喜欢 很有passion 像tiff你一样 知道我要干什么 你们申请大的时候 也要多做几个病情 特别是今年暑假以后 你们不要四颗博克利 因为很强 打天打天 你们过去 你们所在高中 整体的这个情况 因为UC博克利 今年录取数据 到明年的 这个时候才会出来 太晚了 你只能通过小道消息 通过群里边去了解一下 多给自己留个后手 就算你没有这个钱 但你们孩子学的很强 我觉得你读私立贷款也可以 你本科毕业十几万起薪 投资货率非常高 所以我只是针对 这个别学计算计算 大多数孩子不学计算计算 我只是给大家一个建议 就是千万不要四颗博克利的 政策变了 变天了 你还不打伞吗 对不对 然后这个呢 亚裔人的内卷 今天我们非常很多 很安利会发现 孩子成绩很好 他没进 当然了 他自己同学和他成绩差不多 比他好的也没进 但是我们就总结 为什么 有几个原因 除了政策的变化 还有一个亚裔申请人的profile 比较趋同 讲说同一个学校 他举个例子说 刚high school吧 那个跑到那边 一般亚裔小孩 上一样的课 做一样的活动 参加一样竞赛 然后呢 作文写的差不多 可能都是父母帮人写的 或者随便找人 就因为老师改一改 然后都讲自己对什么 有passion 对集团界 挖了一个奖励队 他们都是一个集团级专业 那我不可能 你们录16个人 全是集团级业 这太不多言 而且都是亚裔 而且都是东亚裔 中国裔 对吧 或者是有一部分印度裔 这太不多言了 这孩子就是 就像一个模子刻出来 那我只能抓几个 比较有特别的 比较有特点 但如果你看 都是人集团级 但是有的是 自己做软件 有的是在大工程实习 然后呢 他的别的活动不一样 就是他在文书里边 展现的表演不一样 这种可以 但是很多情况下 大家的profile非常趋同 而且家长自己 有自己的群 会互相模仿 就像刚才很多家长 问那个Tiffany的一个profile 我为什么不愿意给 我已经给很多 但是我整体给的话 家长会盲目的模仿 不可能的 时间变了 你的这个人也变了 而且推荐性 你不知道怎么样 虽然UC不用推荐 私立是要推荐性的 文书你也不知道怎么样 就是你永远看到是表面 你不知道这深层 它区别很大 我觉得可以模仿 一些核心的东西 举个例子 这个孩子对原生态 自己内心的这个追逐 还是他对生意的这种天赋 这个可以借鉴 但是我觉得 tiny profile的模仿 现在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了 大家看一下 这是博客人最火的专业 毕业人数最多专业 文理学院的计算机 经济学 然后呢 EECS 然后呢 Data Science 新专业 还有Business 对吧 很多 其实这几个专业 几乎都是亚裔主导 国际学生和亚裔 这就是另外一东西 还有一个匹配度 我们在两三年前 有一个学生就是成绩非常的优秀 然后呢 UC录到一个很一般的 我们觉得不可思议 后来发现 当然他找我们的时候 已经做完UC了 我们给他做了私利 他所有的活动和生物没有关 然后他的 他的IC里边写着对生物的喜欢 他要深入专业 所以导致一个结果就是不匹配 而今年我们也发现类似的状态 有的学生呢 他在计算机或者某个 就是某个学科物理 特别有天赋 但他非要深一个他认为他喜欢的专业 结果呢 他真的是某个联络直接剧 和他同样profile 差不多的非常雷同的一个学生 因为专业匹配度非常高 像Tiffin一样他生Business 哎他就录到了 大家呃忘了给大家介绍一下 Tiffin的 background 他录的UCSB Santa Barbara 还有UC Irvine 不好意思 UC Irvine给拒了 因为UC Irvine呢 他不喜欢那边上线院 是课程设置不好 他选的是国际关系 他就给拒掉了 而伯克里这个项目最匹配他 是global management 是商业 全球化商业 非常有意思 就是匹配就真的很重要 加上千万不要紧觉得 嗯 就是我就可以通过文书的这个演绎啊 或者我把活动稍微给改一下 没有用的 就是你如果是个豆腐 你就不要做人造肉 你要是肉 你就要按肉的做法 下一个啊 整体的趋势 因为呃 刚才大家打的时候 有个别的国际学生啊 不多啊 咱今天主要是以加州和外州的为主啊 我给大家提一下 今天的趋势 给大家再重申一下啊 申请人数暴增 大家知道两级分化明显 好多学校 今天真的爆 包括伯克里 他录取率会继续暴跌 因为申请人数很多 对吧 呃 但是很多学会面临破产 我们前一天发了个文章 在湾区的一个小的文理学院 给给给那个啊 就是破产了 接下来未来五到十年 美国会进入一个整合期 这个已经在两三年前 已经已经发生了 很多很多的这个 大学入不敷出 当然要小心 如果你申请小中的学校 你一定要小心 小专业的工具给你拔下关 然后国际学生好录很多 这个以后有机会 我们接下来几个周 会有顾问端门 带爱里来分享 请大家来听 然后案例对比 这个就大家比较关心的啊 今天的一个重中之重啊 大家对比一下案例 这两个案例 两个学生 然后的GPA 大家看看 啊 Eliot呢 他的T2的high school 一般 ACT不错 成绩呢 UCGPA太亏了 因为他MVGPA有点低 然后呢 他最后录的是哪里呢 UCLA是waylist 然后呢他就录到UCSD Northwest呢 给他8万的奖学金 啊 每年给2万 非常好的 非常好 他活动一般 然后Andy呢 这个小孩子 4分 然后就这个成绩 大家看一下 他4L录得非常好 他录的RICE TUFS 这两个学校录取率比 博克力要低 而且低不少 特别是TUFS 非常低 然后CMU也录了 南加大也录了 啊 UCLA waylist Berkeley Berkeley 也录了 就是就很有 就是说 这个孩子的就是成绩非常好 活动也不错 但是UCLA照样waylist 然后UCIwaylist 为什么呢 因为他觉得你大概率是不会去的 然后另外这两个案例非常像 成绩都非常强 但一个T1 一个T2的高中 T1的明显录取结果就好很多 T2的话 你看 这个就是很复杂 大家看左边这个 这孩子呢 成绩非常的好 活动也还行 文书是真一般 我们费了很多功夫在写这个东西 结果人家UC全录了 为什么他成绩太好 他工 他就是 他在高中里面非常突出 而右边这个女孩成绩很好 但他高中太强 他不容易突出 他虽然GP也很高 像他一样高的更多 所以他私立反倒录得好 他那功率录得一般 然后呢 最后给大家一个比较醒目 简单的这个 这个这个解释哈 我们做这个做久了之后 我们也定期研究 我们发现哈 过去可能5年以前 两年以前 大家认为文书是非常有用的 能够临门一角给你进行好学校 现在这种差距越来越小 文书很重要 但是更像一个厨师在炒菜 就是整体性 你的活动 你的排序 踢开你的排序呢 就把它最牛的活动放最前面 而且我们是照着他那个 按照这个最想去的专业申请 排序和做文字处理的 包括怎么呈现 UC申请里边 那个活动里边 文字的数量 比文书要多得多 所以家长一定要不要以为 只有文书就可以了 那个整个profile 那个顾问 升学就是那个招生官 看你的这个几页值 你的成绩 他的脑子里边给你画像 就在品尝一个菜的过程 如果你本身你看 大家看这不是红烧肉啊 这是人造肉 这个菜是个摩鱼和豆腐做的 所以这个菜呢 就是你明明是一个豆腐或者摩鱼 你非要去往红烧肉去做 只会让大家大视所谓 为什么 他整个看完去profile 他觉得太fake 不真 不真实 这个呢 这个我还挑了个卖相比较差的 鱼肉 一看酱油就放的有点多 对吧 你看 他做的在一般 他吃起来都不一样 他是肉啊 他是肉 所以我们过温的作用呢 就是尽量的是呈现孩子本身的特质 在这个情况下做一些加工 你肥肉就要这么做 对吧 而你这个人造肉 千万不要这么做 你本身的profile不迈 你在文章中用力过猛 只会本末到势 所以加上一定要知道整体性 你的活动 你的标划 你的推荐性 你的文书 你的brexet 所有东西是一个整体性 就这个达到一个和谐状态 你才有机会冲击比较好的大学 然后压一路线怎么规划 我们上周讲了 我再给大家看这个图 美国教育不公的根本原因 在于他们的意识形态的不同 大家对这个公平的定义不同 所以产生现在三种状态 最理想的是第三种 亚裔华裔队希望的 是希望能够自由 你在学术上自由 因为你研究导弹治疗癌症 你不要看这些乱七八糟的 谁能搞定看谁的 所以这点呢 我是比较prexet的国内的高考 虽然高考这个教育之间不平等 但至少 他考试是一样的 对吧 相对一样 比美国好吧 太费劲了 我一直画像有一天啊 美国能不能做一个超级大题顾 像驾照考试一样 就所有的题都在那 你就给我刷题 我就给所有人 online access 你可以请不上 that doesn't matter 我们就看着一个 考完了 我也不看你是谁 直接录 我真希望有一天 就都这样 都和谐了 为什么驾照不看族裔呢 为什么驾照不看性别呢 为什么驾照不看收入呢 对吧 因为你开不好 你要出生 你要产生人命了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呢 这个就是现状 所以我觉得家长 要注意到 这个只会加剧 家长千万不要 明天会更好 不是的 在这个政治形态下 明天不会好 我觉得至少在五年之内 因为政府的倾向 包括在 既是在川普政府 很多家长就是觉得 川普对那个 川普政府对这个 教育这话 还是相对公平 但是在之前 整个高效的趋势 已经非常非常偏左派了 就他们认为 现在这些低收入 或者是受歧视的族裔 他们需要站起来 他们需要通过教育改变命 这是他们的认可 这是政界达成的一个想法 但是我们短时间改变不了 所以呢 我想两个层面 一个是理想主义的操作 就是发动孩子 我觉得这次 Stop Asian Hate 这特别好 加上董上街 很多家人 第一次参与这种社区活动 发出这些声音 美国一定要发声 有钱的出钱 影响力 让他知道 亚裔存在于各方方面 我不是光工程师 我也不是光会计师 我存在于媒体 我存在于导演 我存在各行各业 我们亚裔是人才 是全世界的人才 因为我们勤劳 我们重视教育 这种种优点 让我们在全世界任何地方 只要努力可以混得很好 然后呢 现实主义的操作 你这边对抗的过程呢 你的孩子怎么办 你不能光让孩子 上街抗争 你不改变吗 如果你 你只能升UC博客率 我建议加一些思想 或者你的目标是UC的话 你一定要多加一些思想 甚至外周的功效 增加你的选项 来对冲你的风险 因为现在的趋势 确实是不对亚裔 没有力 而且短时间不可逆转 就你的孩子 你不想做实验品 我希望家人认真考虑 多选 多一些选 多给一些选择 即使你最后选的少 也是希望你深思熟虑 了解目前的形式 不要鸡蛋碰石头 然后这个功效思效 给大家简单来讲 如果你是T1的功效 你首先要做的事 就是这个 你把GPA提高 因为功效来讲 如果你是T1 特别牛的功效 你最难的是 他需要拿 就是拿很好的课 保持GPA不垮 这个非常难 如果你T2 T3像T1一样 那恭喜你 你可以付出一半 甚至更少努力 拿A 或者几个B 但就足够多的时间 去做一些课外活动 发现自己的兴趣 爱好特长 去做 因为你千万不要 以为到大学 大学给你机会去 去发你的爱好特长兴趣 没有 大学不管 到大学 没有爱好特长兴趣 你只会选了一个 自己不喜欢的专业 然后浪费四年 因为你不知道 经历让人成熟 不是年龄啊 家长 一定要注意这个点啊 这刚才那个Tiffin 在聊天 我不知道你们有注意啊 他不像一个高中生 他非常的成熟 这种天然的 经历 孩子经历的越多 他会越成熟 他会是你的思考 什么都替孩子考虑 你孩子只会肌肉萎缩 不会那么独立思考 因为最终我们希望 孩子能够独当一面 对吧 因为周围田父母是 大概率父母是 有限于孩子离开的时间 对不对 所以private school Tier 1 家长要慎重 因为我很多地理的家长 年纪很低 我刚才看了 很多可能六七年纪 有来听的 你们提前准备 我觉得很好 了解这方面的信息 但如果你们想让孩子 去特别顶级的私校申请 除了要提前准备 你要自己评估一下 你家孩子是不是学状非常巧 是不是性格非常的外向 因为很好的私立 你像南湾区的Hacker Coreal Spring 包括那个Castellia 这些非常好的 湾区的私校 他有个共性 你在里边 你根本就拼不过里边那些 家庭变成更好的孩子 包括Menglo 我们之前有个家长 在Powato 他说Menglo那边 他的儿子同学是 谷歌的排第三 第四位的Senior Vice President 就是副总裁 执行副总裁 非常高级了 一年几百万男就不说了 就是他给孩子充足俩专利 你怎么搞 对吧 你的目的是读大学 千万不要把高中 当成一个非常牛的私校 这个名字 当成入名校的那个券 没有 想象有一天 你说我是Philip Exeter 或者Andover毕业的 我和布什 布什那个什么 布什总统 两人是校友 人家说你大学是哪的 没有人会问你高中是哪的 问你大学是哪的 是吧 你的专业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 你如果要 要去读一个好大学 你首先把高中选好 不要轻易的跟着牌子走 当然了 首先现在私校非常难深 这个首先已经筛出了很多人 然后T2 T3 就是湾区大股的私立高中 这个还是一个原则 你的成绩会好拿一些 然后你的活动会好做一些 私校资源非常的好 我们今天有个男家 排第二的私立高中 非常的好 Bording School 他给我的感受就是 他说学校给他非常多的资源 他不会打鼓 他学了打鼓在学校里面 从零开始 学校给他机会 就成了校队 校乐队的那个打鼓的 那个主要的鼓手 通过这个拿到了一个非常好的offer 为什么 这个学校招生办 给他写了封信 就是这个老师 乐队老师说的 希望他能来 写了一个上千字的 那个邮件 希望他能来加入这个学校 因为非常看重的 所以说这个学校能录论学校 主要原因就是特长对话 然后各阶段中等重点 11年级 如果你现在是11年级 多花时间研究研究 这个选校 专业 还有把过去几年的 这个profile捋一下 看看我到底属于哪一块 不要你想是哪个专业 是哪个专业 你要找专业的问一问 你可以不找我们 但你一定要找专业的 确定一下 你到底是 是哪种食材 是鸡蛋的 还是鱼 做好不一样 加工化不一样 90年级呢 有培养价值 对吧 咱们该怎么做怎么做 就是说 提前给孩子做铺垫 90年级可以试错的 这个没有问题 8年级 7年级 我觉得数学 我不太担心 我觉得英文 加点有一点的话 你一定要学好英文 因为英文的程度 决定你将来私校走的高度 还有你将来拿AP课的难度 就是你能拿多难 因为真正难的AP课 一定和英文有关 AP历史 AP literature AP language 数学不担心 弯曲数学好资源太多 而且父母基本上 一个是遗传 再一个能收拔水胶 学个微积分都没什么问题 刚才我们的陈述 就是一个倒三角 如果你成绩不好 我觉得如果你目标 还是高学 特别好的学校的话 就尽量先把成绩高 不要想那些特别远的 然后这个呢 我就不多说 家长截个图 因为我觉得 我们就是给家长看的 这个是一个参考 是一个综合了 我们这么多年经验的 一个大方向的一个展示 大家直接截图就可以 我觉得这个 有些家长的话 年纪比较小 或者是还在犹豫中 你可以看一看 体现做一下参考 对话入座 这个呢 是有点变化的 如果有的孩子非常advanced 他可能九年纪多 十一年纪 这是可以的 但整体的规律 就围绕这几个板块 没有变化 然后目标不同 你的要求不同 Tiffany的那个 Instagram的账号 在整个Instagram 这个生态系统里边 是排0.002% 也就是说 0.002%能达到 他那个订阅数 非常非常难 非常非常难 不是他 他说的轻调淡写 他们用了 休美亚用了 五六年的时间 就开始做 任何一个东西 你把心扑下去 实践理论结合 边走边学 你做四五年 你肯定做得非常强 如果你用钱 你不是糊弄 你不是在造假 你一定会做得非常好 椅子排开 你的目标越高 你在你的课外活动 这个领域 要达到的这个高度 也要非常少 再要稀缺性 要要稀缺性 因为成绩为什么不提呢 成绩没必要 你到了A就A了 对吧 你没必要全A有的时候 你395和396没区别 ICT1500 41500 有区别 没有区别 X3没有区别 真正区别的是课外活动 Tiffan你成绩那么弱 录了UC Berkeley 是商学员 他录的不是UC Berkeley的 Asian Study 他们都是哈斯商学院 每年只招四五十个人 哈斯商学院毕业 起薪七万五 对吧 除了工程的计算机的话 除了计算机类的工程类的 不可能功能那么高 所以家长要看到 Tiffan你这个 你的靠合作非常强 你才有机会冲击私校 然后呢 因为功效 我们已经知道 他的门槛真的是 现在越来越高了 特别是薄荷力 然后这个呢 就是我们给学生做评估的一个表 我们现在用的比较复杂 但这个比较便于家长理解 我们会来的一个学生 我们做一个评估 他的GPA在哪 ICT在哪 活动在哪 我们会根据他的时间线 如果他的哪一项 短短比较严重的话 我们会往上推 因为只有三条线 都达到比较高的状态 你才会wish到比较顶的学校 我们经常碰到学生状态 成绩还不错 ICT比较低 活动比较弱 如果时间够多 我们会把这几个线给拉高 但如果学生没有什么时间的话 我们可能只抓其中一样来重点打 因为孩子时间确实有限 我们也不要把孩子给累累的 没有这个状态 然后最后给大家总结一点 就是这几个字 大家不要看 觉得我这个好像是太糊弄了 几个字 这几个字真是结合了我这么多年 年数不多 但是我这个人 比较限于倾听我们 这些有经验的顾问和同行的建议 我是及他们的 已经存在的经验 和成功的经验 给大家做一个总结 知己知彼 阳长必软 英文的话 就是你要知道自己的长处 你要知道你要的目标 阳长必软 就是你的策略 阳长必软不是我不学习 而是用你擅长学习的方式去学习 嘉宁要知道这个概念 我一定要一对一的 我这是学习 我大课的话 我一定会做事 我需要一对一 一对一 我能把老师问的头突 这是我的特点 所以我知道我的优势 但只可惜我知道的时候 已经研究生毕业了 有点晚 你们的孩子 你们这么想知道 所以一定要知道 孩子熟悉的学习方式 这是我们公问 会给学生做一个评估 就是你的学习的 学习的不一样的方式 我们会有不同的建议 我们的学术顾问 然后审时多时量力而行 审时多时 就是我们看到UC线的大趋势 我们看到整个美国的政治形态 我们看到私立和公立录取 私立明显的话相对客观 为什么呢 差一句 私立的话是捐款 联邦政府的钱非常少 校友捐款 这是为什么私立会给校友名额 因为校友是持续捐款的来源 而校总会 就是那些大老板 或者一些政要 他们是有话语权的 而他们 不会被所谓的政治党派和左右 他不受政府 我不拿几钱 我手不短 他们会根据这个学校的长远发展 来选人 所以他们相对对这种族裔的 其实会轻很多 所以加上为什么我推荐私立 不是光因为贵 服务好 不是 他的知学理念不一样 他不会受政治左右那么重 他整体相对还客观一些 他的校懂 他的校友 会形成很大的影响力 这个私立比较注重这个传承 我们有一位学生 之前有一位学生 进了Williams College 非常优秀的一个男孩 他妹妹今年录取的学校 还在等结果 还在等藤校 他别的私立录取的一班 但是他威廉姆斯 也录的全美第一的文理学 这就是校友的力量 如果你们家有执行性录路了 学校一定会给你加分的 因为他知道 你首先录读率比较高 再一个一百相成 好的 谢谢Ben老师 今天非常详细的讲解 希望我们今天的讲座 能帮家长更清楚的了解了 我们录取的分析 还有案例的分析 能帮助大家更好的准备 将来的大学申请 如果家长们还有其他的问题 欢迎扫描我的屏幕上的 微信二维码 或者是电话 email过来咨询 如果您想要参加到 我们的微信群当中 您可以加我微信 然后我邀请您入群 因为现在人数太多了 需要邀请才能入群 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周六晚八点 不见不散 谢谢大家 晚安